如果你是没有用过苹果手机的小白 那这条视频你一定要看完 有很多细节大家需要注意 如果我们新收到的手机是这个页面 不用担心它是没有激活 我们只需要从底部往上滑 按照提示一步一步的把它激活就可以了 手机激活之后我们点击任意APP 只要是第一次打开的话就会弹出这个框 这是问我们与不允许给它无线局域网和蜂窝数据的权限 我们应该点第一个 否则的话手机不能联网 手机激活后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登录ID 我们点开设置 点开登录iPhone的选项 如果你有ID号 输入你的ID账号登录即可 如果没有ID号 点击没有或忘记APPOID 然后我们点创建ID 根据系统的提示 填写你的资料就可以创建ID 登录好ID后 我们要装我们的电话卡 如果我们买的是双卡版的手机 我们正面插一张卡 翻过来背面还可以插一张卡 注意卡这里面有一个斜角 我们对准卡托上面这个斜角 这样就是一个正确的安装方式 如果我们的手机联系人 在SIM卡里面 我们只需要点开设置 点开通讯录 点击导入SIM卡通讯录 我们就可以把卡里面的通讯录 打到手机里面 如果你的手机来电铃声比较小 你需要打开设置 点开面容与ID 然后把这个注视感知把它关掉 手机铃声的话就很大了 不信你们可以试一下 大家点开设置 找到通用 点开软件更新 然后我们点这个自动更新 把自动更新关掉 这样就可以防止手机自动更新了 很多第一次用苹果手机的朋友 不知道自动横平怎么关闭 我们只需要从右上角往下拉 点击一下这个带圆圈的锁 打开之后 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它横平了 如果觉得电池不耐用 我们只需要打开电池 打开低电量模式 点开之后 电池就会变成黄色 我们再点开电池健康 把这个优化电池充电打开 这样充电的时候 会保护你的电池 平革手机下方这两个排孔 并不都是扬声器 右边的是扬声器 左边的是送话孔 所以说你放歌的时候 只有右边有声音 另外一边左边是不会有声音的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不是坏了的 小白怎么录屏呢 打开设置 打开控制中心 往下拉 找到屏幕录制 点加号 点完加号之后 我们在下拉通知栏 这个圆圈 点一下它就是录屏 然后再点一下 它就是关闭 怎样开启来电闪光灯功能 我们只需要点开设置 点开辅助功能 往下拉 找到音频视觉 打开LED闪烁 以示提醒 这样来电话的时候 闪光灯就会闪 比较炫酷 好的大家把这些小诗诗学起来吧 小白们建议收